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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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茜茜茜 實在就是SUM 嗨大家好 我是阿翔 現在全台防疫升級 你的愛車也要升級 今天帶你在愛馬汽車去看一台頂級好車 今天帶大家來愛馬汽車看到的這一台 這台就是2019年出廠的本田HR-V 1800cc S級頂級款的車型 這里程是47,000公里 都是一手車在原廠做保養 建議售價是728,000 現在帶各位來看一下這台車子的外觀 HR-V在小車的評價上面是非常的高 跟同級巨的其他廠牌的小修旅來講 它的表現是非常的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從車燈這個部分 往旁邊延伸過去 它的線條是非常的漂亮的 後方是做一個類似平行的設計 所以它的感覺、它的空間感其實是非常的大的 輪框是用五幅式的設計 中間那個鑽石擠的設計 可以將整台車子的質感再往上提升 然後搭配的黑色運動版的一個測取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 躍動感是非常的強 整台的流線型是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我們帶各位來看到它這台車子的內裝 首先可以先看到它的外面有一顆這樣的按鈕 這台車子屬於S級的 所以它是iKey的一個配置 現在帶各位來看一下這台車子的內飾 整體都是用一個類皮紙的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的內裝會非常的一致性 看起來比較不會太跳躍、太跳色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讓你的整體感是非常的重 我們接下來看後座的一個空間 比較特別的是它後座的門板是坐在窗戶的這邊 雖然身座小修旅可是它也沒有捨棄它後座的一個空間 後座的空間也是一個非常寬敞 我們看到了這台車子的一個行李箱的一個配置 它都會看到它的空間其實是非常的好的 那我們的座椅也是可以做六四分離 大家如果把它往下躺之中 它的空間的運用是更加的寬敞 接下來呢,帶各位來看一下這台車子的配備 那首先呢,我們看到的是駕駛座這邊 這台車子是S版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本田的車子搭配到最頂級的 它都會有一個換檔撥片 那在左側方向盤這個部分呢 行車電腦或是一些我們的廣播 可以去做運用的地方 那在下面這邊配置的是我們藍牙的一個通話的部分 以及語音助理的這個部分 右側這邊呢,就是我們的定速的功能 在下方這邊呢 這是我們一個行車電腦的一個資訊 那所有的資訊呢 都可以在我們儀表板這邊呢 去做檢測都可以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里程是47000多公里 這邊呢,有我們原廠的保養的貼紙在這邊 它這台車配置的是iKey的一個功能 那原廠配置的音響呢 是屬於觸碰螢幕 功能呢非常的多 收音機 那以及外接式的 然後藍牙、導航 都可以在這邊做使用 下方這邊呢 是這台車子 觸碰式的面板 那讓你去做空調的一個調整 左側這邊呢 我們調整的是我們的溫度 那右側這邊呢 標準的是我們的風量 接下來呢 帶各位來看到整台車子最核心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我們引擎室了 前面有說到這台HRV呢 搭配的是1800cc的自然進氣的引擎 那跟一般比較偏小型的車子 必須搭配渦輪的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它的加速感呢會比較順暢 比較不會有突然間的一種爆發的感覺 可是呢 你開起來也不像一般的 比較沒有 比較我們俗身所說的傻辣 不會那麼的沒力的感覺 來各位大家看一下這台車子的一個狀況 整台車子呢 就是原車原板件 所以各位買車的時候可以非常的放心 HRV這款車呢 其實我本人其實還蠻推薦 想要去入手小休旅的車主 它呢配置很簡單 可是它該有的 需要的 都放在這台車上 那而且它的本身的車場 以及它的空間呢 運用的其實會跟你一般的休旅車 其實差異不大 那可是相對的車型比較縮小的情況下呢 你在一個行駛中或是在停車的時候 相對的比較便利 這是我跟各位推薦這台車子的地方 最後呢 各位複習一下這台車子 這台車是2019年出廠 本田的HRV 1800cc 那是S級最頂級的一個版本 售價呢 是728,000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呢 想要來現場看這台車呢 請下愛馬汽車 謝謝各位 請下愛馬汽車 實在就是SUM